一毫米是某尖端装备相控阵天线的最小通道间距 也是天线焊接的最大间距 有了这样的天线 战机看得更远 看得更多 看得更快 看得更近 是战机名副其实的瞳孔 考虑到飞机的气动性和隐身性呢 现在的相控阵天线已从最初的平面向曲面发展 而它的焊接却是一个大难题 这是一个相控阵天线的曲面底座 类似一张A4纸大小 上面布满数千个圆孔 相当于眼眶 这是一张平面的天线正面 上面布满同样数量的小圆孔 相当于眼珠 李颖凡的工作如同画龙点睛 他要用焊漆 把这个平面整体焊接到曲面底座上 小圆孔一个个精准地对接到大圆孔内 圆心偏差不能超过50微米 小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方寸之间 留给李颖凡的焊接间距最大只有一毫米 最小只有0.5毫米 在不同曲率位置 焊锡温度和用量都不一样 每一次用量都是李颖凡精心计算出来的 而焊锡加热后变成灵动的液态 稍有不慎便会流散 曲面更是增加了焊锡流动的不确定性 每焊完一个点位 李颖凡都要通过显微镜 观察焊锡的用量是否得当 你一定要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 只有你自己外面什么事情 你都已经给忘了 走根心是一体的那种状态了 它自然也就稳了 在一场安静的工作间 李颖凡平静而放松 只见他翘首翻飞 熟练的涂抹 点焊 检查 八个小时后 曲面共行相控阵天线的焊接工作完成 几千个阵员无一独孔 精度高达50微米 李颖凡也成为目前该领域 唯一能做到纯手工焊接曲面 共行相控阵天线的技师 几年前 这款天线的设计师们 全国都没有找到能焊接的人 最终这个众人交到了李颖凡手里 其他的供应师给我的第一反馈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 但是交到李颖凡这儿呢 他没有反馈任何的说这儿不嫌那儿行 他就去尝试 再加上他善于琢磨 善于去总结这个事 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些技巧或诀窍吧 我看一下后肚子 天呐你看这个肚子那样 没有汗高看是行不通了 就我来讲的话喜欢长时间的一直在那种公关的那种状态 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遇到问题那种也是兴奋的 李颖凡外表柔弱 说话也有着穿梅子的温和 但他在短短八天时间里 一口气尝试了三种焊接方式 上百次焊接试验 终于将设计图局变成现实 百分百实现了设计性能 当有困难来的时候 他就使于就一定要把这个困难要征服掉的 就这个品质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品质 这些的话就是我每年的一个做的一个笔记本 在李颖凡办公室 又遗落七年来 每年寄满一本的笔记本 详细记录着他每天做了什么 时间精确到半小时归单位 把时间利用到机制 一味能工巧匠也由此成长起来 这可只有一粒芝麻几分之一大小的芯片上 有着复杂的电路 给这样精密的电路做手术 是李颖凡的绝活 在显微镜下 李颖凡要把不符合设计要求的电路切断 同时不伤害其他电路 留给手术刀摆动的幅度只有几微米 用李颖凡的话说 这就像站在100米高楼上 用鱼钩吊起地面上的一根吸管 这几乎是人类纯手工操作的极限 李颖凡的手异常稳定 而普通人看似稳定的操作 显微镜下却抖得厉害 师傅在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来讲的话 我想目前是无法超越的 工作23年 李颖凡被很多年轻人称为师傅 他解决了20多项 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难题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 其实我们现在缺的 其实就是那种费创新的工匠 除了技能操作本身的以外 你还要去钻研摸索工艺操作 背后的逻辑和原理 我们是做这个大额重器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 不把它做好